美国棱镜窃听计划曝光后一系列内幕随之被披露 美国在窃取他国情报上可谓是煞费苦心 据央视网的报道 美国情报机关曾派人到中国企图窃取歼20隐形战机的机密资料 更大量的招聘华人担任特工 形成规模庞大的监控网络 央视网报道 美国多个情报机关包括国安局 多年来利用不同方法监视中国 特别是在武器军备的研发情况 报道指美国为了窃取中国最新研制的歼20隐形战机的机密资料 曾经派人混入制造战机的成都飞机集团收买科技人员 但没有成功 至于现役的歼10战机 美国早在95年就利用间谍卫星拍了大量照片 又派特工出席多个交流会套取情报 除了战机之外 中国核潜艇的发展也都是美国最想获取的情报之一 美国利用军事卫星严密监控中国建造核潜艇的进度 还派人套取核潜艇装备的资料 报道说 美国国家安全局自1952年成立以来秘密收集中国情报 对华谍报就一直是该局最优先的重点之一 并设立特别部门 入侵中国的电脑和通讯系统 以截取资料 而为了成功渗入中国 美国联邦调查局经常透过华人报纸招募人手 游说美国华人加入调查局 成为特工 报道形容种种措施是要对中国形成360度无死角监控系统 解放军报也发表评论文章 指斯诺登事件正好反映了美国由网络警察变成网络窃贼 就算声称只收集和反恐相关讯息 但并不代表不会用相同手段收集其他信息 接下来